新冠肺炎 西班牙街道空档 早已没了观光客身影 新北市却有里长率团往欧洲旅游 事情一爆发 网友骂声四起 打上里长关键字 PTT 脸书 各大网路论坛 出现一篇篇的谩骂标题 有李明还po上当时里长发的口罩 自嘲终于知道里长的用意了 更有网友在论坛爆料 说是有人不想浪费团费 而且提前出去 回来后还可以领一万四的补助金 让网友大肆塌伐 各种批评言论 充斥论坛 更有网友之一他们提前回来 下飞机后就地解散 那岂不是让病毒在台湾啪啪噪 事情曝光后里长脸书紧急关闭 网友再次痛批还是别回来 回来直接变成全民公敌 疫情延烧 国际紧绷 里长表示不知情 带团直冲疫情阵阳 看来网路上的这些谩骂声 反映了民众对疫情时期 还硬要出国的人 充满了不谅解 记者江玉文 梅凯婷 台北采访报道